3月2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女联合会在南宁举办 凝聚她力量一起向未来蓝媒合作八周年交流活动 来自中国柬埔寨越南泰国等蓝媒国家的妇女事务官员 学生代表 企业代表以及中华女子学院原外学历学位教育项目 社会实践国际学员等近100人齐聚一堂 共序友好情谊共谋合作发展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女联合会主席胡金波当天在致辞中称 中国东盟妇女论坛自2006年在广西举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了八届 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妇女交往 经贸合作 民间交流 搭建了综合性的平台 我们依托中国东盟妇女培训中心向维宫和国家妇女提供了 简评和发展等各类培训 与越南老多的五个省及妇联合协会 建立了常态化交流机制 在广西八个边境县区成立了120多所边境妇女儿童之家 在农业种植 边境贸易 预防艾滋病和母品侵害 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等方面 开展了务实合作 构建起信息互通 资源共享 经验互建的蓝眉妇女合作模式 后执起心相怜 情相容 亦相通的蓝眉妇女情 在活动中 各方高度评价蓝眉合作八周年来妇女领域取得的积极成果 一致认为蓝眉妇女合作将增进地区妇女福祉 促进妇女发展 推动蓝眉合作走深走实 为推动构建蓝眉国家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 八年来 蓝眉合作平台一直是引导变革的催化剂 父权妇女力量和推动跨境合作 当下 柬埔寨政府正在实施名为五角战略的国家发展计划 第一阶段目标是增长 就业 平等 效率和可持续性 并将女性价值作为人力资本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通过加大在性别相关议题的投入 在经济 教育 健康和公共领导力等领域 父权父女和女孩 让性别平等在任性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战略中 持续得到提升 当日 中华女子学院向广西妇女干部学校 授予中华女子学院国际教育教学实践基地 和广西培训基地牌匾 广西妇女联合会与越南高平 广宁 亮山 河江四省妇女联合会 签署合作备忘录 合作备忘录将重点关注两性平等 科技创新和妇女减平等领域的培训活动 通过交流经验提升双方妇女工作技能 加强家庭工作 普及法律知识 我坚信 这一合作必将为我们带来丰硕的成果和实际的利益 共同推动越中两国关系迈向更高的层次